跟老外那个啥 啥感觉啊 男人不多那德行吗 战阶女对着老外比划了一个首饰 这是巴黎街头性工作者的黑话 不同的首饰代表不同的价格 如果男人接受她的报价 就会默默跟上 一次交易就这样敲定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 丽娜是众多在巴黎的中国战阶女之一 她凭借出色又少见的东方面孔 靠出卖身体赚钱 但在国内的家人眼中 丽娜在国外上班 拿着每月两万的高薪 比国内挣扎在下党潮的人体面多了 他们以为丽娜是跨洋捞金 却想不到丽娜不仅跨了洋 还下了海 出国前 丽娜听说在法国当保姆 一个月收入就有2000欧元 这对她来说诱惑实在太大 因为丈夫在工地受了伤 失去了劳动能力 家里为了给老人治病 还欠下了的30万欠款 于是她和丈夫一合计 去借了高利贷 丽娜跟着旅游团来到法国 趁机逃跑留在了这里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不敢 丽娜是个没有工作签证的黑户 而且别说法语 连英语她都不会 没有人愿意聘用她 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 好在法国也有华人聚集地 丽娜找到华人招工的信息 挨个打电话询问 终于找到一户人家招保姆 但这份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 也并不理想 因为2000欧元是本地白人的工资 像丽娜这样的中国黑户 每月顶天了拿500欧 这点钱别说寄回家还债 连丽娜在法国的开销都勉强 但她已经没有退路 只能先接受这份工作 雇主不仅没有看在老乡的份上 多给工资 还想方设法给丽娜挑刺 找各种由头扣她工资 等一个月干完 竟然只给她140欧 雇主敢这样蹬鼻子上脸 就是知道丽娜一个黑户 没办法报警 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丽娜忍无可忍辞去了工作 她想去吃点东西 结果连一盘饺子都吃不起 她正打算性行离开 却听见店里一个客人 和老板起了争执 原来女人点了粪面 老板听错给做了炒饭 却冤枉女人是她说错了 还说你们东北人就是麻烦 同为东北人的丽娜听不下去 东北人招你惹你了 东北人咋还受气失了咋的 一旁的女人健壮 把丽娜叫了过去 邀请这个有正义感的老乡一起吃饭 聊天得知丽娜的无处可去 于是女人把她带回了家 许多在巴黎物工的中国女人 都在这里落脚 狭小的房间已经住了七个人 房租却不便宜 一星期120欧 一个月350欧 丽娜的140欧工资一下就只剩20 一个星期内找不到工作 她就真的得睡桥洞 可是丽娜东奔西走 还是一无所获 同住的女人们劝她回国算了 至少还有丈夫孩子等着她 不像她们 都是些离了婚的女人 独在一厢也没什么牵挂 丽娜却不愿意 她出国可是借了高利贷的 就这么回家只能雪上加霜 现在摆在丽娜眼前似乎只有一条路 就是和群租房的女人们一样 去当站街女 她们的东方面孔在这里很有市场 勤快点的话每天200欧不成问题 丽娜起初是抗拒的 甚至看不起这些做皮肉生意的 直到丈夫打来电话 催她寄钱回去 因为高利贷已经找上了门 再还不上钱的话只能卖房了 丽娜看着儿子的照片 万般纠结的她最终下定了决心 女人观察着路边工作的站街女 偷偷学习她们接客的方式 很快就学会了专用的首饰 她浓妆厌抹一番 随便挑了个老外 只用一个首饰一个眼神 就拿到了第一份工作 丽娜每天偷偷接客 却告诉别人自己在当保姆 靠这样的方式维护她摇摇欲坠的自尊 丽娜一次的服务费用只有40欧 但有的客人还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她根本不能反抗 只能在事后无助地哭泣 可即使如此 每次和远在国内的丈夫视频时 丽娜只能强颜欢笑 说自己在法国一切都好 保姆的工作虽然辛苦 但每月能有2万欧 不仅能帮家里还债 还能让丈夫儿子吃好穿好 丽娜早出晚归 一天能赚到200欧 比当保姆一个月赚的还多 她终于能交上房租 也能吃饱穿暖 丽娜终于接受 在眼前的世道 她的尊严只能避种自贞 丽娜也确实瞒不过经验丰富的室友 毕竟她当初也是那样过来的 虽然丽娜依旧不愿意承认 但室友还是提醒她注意安全 不仅要注意躲着警察 还要注意一些有特殊癖好的客人 但丽娜还是中招了 她被一个客人虐待了一番 她无法反抗也不能报警 只能向室友哭诉 丽娜也终于承认了自己在作战街女 出于安全考虑 开始和其他姐妹一起站街 姐妹们还和她分享专门租下的房子 不用去宾馆就可以减少被抓的风险 丽娜第一个月就赚了3500欧 留下基本生活开销后全部寄回了家 丈夫不知道她做的是皮肉生意 还让她多干两年 丽娜也没法说出拒绝的话 转眼就到了她来法国后的第一个春节 丽娜和出租屋的姐妹们一起包饺子 即使干着不体面的工作 她们还是如同所有远行的游子 想从春节的喜庆中汲取一些未解 过完年后 丽娜的弟媳得知她在法国当保姆 一个月能赚几万 也想和她一起干 而且不等丽娜劝阻 她们已经借好了30万的高利贷 要送弟媳来发大财 丽娜被打了的措手不及 她该怎么向弟妹解释呢 不久后弟妹就来了 一开始她还兴奋不已 幻想着以后的好日子 可是看到出租屋 她的脸就垮了下来 她没想到丽娜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进屋后 弟妹拿出丽娜丈夫 托她带来的毛库核心 这让丽娜难得露出发自内心的笑 但很快她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这让她更想家了 第二天丽娜带着弟妹去找工作 但和她当初一样 又是黑户又没学历 根本没有人要 好不容易有人搭理 一个月只有500欧 这与弟妹的预期大相径庭 大嫂不是一个月能赚几千欧吗 丽娜只能再次劝她回国 还叫上了室友一起当说客 可她好说胆说 倔脾气的弟妹也不走 万般无奈之下 丽娜只能说实话 根本没有什么月入两万的宝女 只有出卖身体的战阶女 得知真相的弟妹又哭又闹 她怪丽娜撒谎骗她 我压根都不知道你会来呀 你咋说来就来了呢 你是高飞又来的呀 弟妹已经欺虎难下 她面临了丽娜当初一样的困境 也做出了和她一样的决定 她也成了巴黎街头的战阶女之一 妻子们在国外当战阶女 丈夫们却以为她们是月薪两万的宝女 难得打一次电话 还在问怎么寄回来的钱变手了 是不是工作偷懒了 妻子没法说实话 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委屈至极的弟妹抱着丽娜痛哭 但她能做的只是轻拍着她的身体 努力安慰她 弟妹再也无法忍受 哀求丽娜带她回去 其他姐妹也觉得弟妹不能留下 她还年轻 又刚结婚 这行她是干不下去的 终于 丽娜决定和弟妹一起回国 他们约定好 在国外的一切都要守口无凭 绝不能让家人发现 丽娜在国外干了几年 已经有了积蓄 夫妻俩准备做点小买卖 还买了新房子 眼看着丽娜终于要苦尽甘来 意外却发生了 某一天清晨 她发现枕边人已经不见 电话也打不通 她隐隐有了猜想 忐忑不安地来到 还没装修完成的店面 丈夫果然在里面 她神情呆滞地靠墙滩坐着 酒瓶散落一地 丽娜又带着最后一点希望 你咋了 别给我装了 我这几条骨就被戳爆了 愤怒的丈夫完全不听丽娜解释 正开她的手摔门离开 原来小书子觉得 妻子出国没多久就回家 是因为她太娇气 吃不了苦头擦回来的 当初为了送他们出海捞金 家里可是借了高利贷的 如今钱没赚多少就回来了 岂不是赔本买卖 丈夫的指责让弟妹再也无法忍受 将所有的真相合盘拖出 小书子又告诉了丽娜的丈夫 丽娜找上门想和弟妹对质 差点遭到暴怒的小书子的毒打 她觉得一切都是丽娜的错 要不是她说谎欺骗全家 自己也不会借钱送妻子出国 好不容易拦下男人 弟妹愧疚的道歉 是她违背了和丽娜的承诺 丽娜并不怪她 她一直都知道纸包不住 好在公公婆婆并不怪她 理解她当时的进退养男 但丈夫却无法接受 选择一走了之再无音讯 丽娜多年来的人辱负重负诸东流 只能独自支撑起一个家 很长一段时间后 丈夫才打了电话 说自己找到了份工作 就在镇上住着 让丽娜去找她 等见了面 丈夫兴奋地抱着儿子 对丽娜则视若无睹 做饭的时候 两人各自干着手上的活计 明明近在咫尺 两颗星却好像相隔万里 他们都知道 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但是两人都不忍放手 他们坚口不严 虽然不再交流 却也不再提及那段往事 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 导演奥利维耶 发现了这些特殊的女郎 在巴黎街头 他们美丽的东方面孔如此动人 导演发觉出了 他们外表之下的悲惨经历 根据他们的叙述 拍摄了这个真实而哀痛的故事